一心想当记者的陈布雷 却身不由己 成了服务蒋介石20年的文胆 但他为何会在1948年 突然死亡呢 一时之间 南京城内议论纷纷 安全纷飞 等到锁打开以后看到 都是陈布雷躺在床上 眼睛跟嘴巴都是打开 静静收看两岸秘密档案 讲世文档 陈布雷的死亡之谜 1948年11月14日的清晨 南京城内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中央日报上赫然刊出了一则复告 陈布雷于11月13日上午8时 突发心脏病叙事 享年58岁 一时之间南京城内议论纷纷 传言纷飞 听闻消息的蒋介石面色发白 随即取消了当天的会议 自从戴笠死后 蒋介石再一次感到若有所失 在蒋介石亲自指示之下 成立了智丧委员会 决定陈布雷的葬礼 按最高规格举行国葬或公葬 以表彰陈布雷的功劳 11月15日上午11时 一辆黑色轿车开进了兵仪馆大门 蒋介石和宋美龄相继下车 来到了崇恩堂的大厅 灵堂内四壁都挂满了鲜花和碗帘 大厅正面墙上悬挂着陈布雷的遗像 而上方是蒋介石首书的 《当代完人》横点一幅 蒋介石用完人来形容陈布雷 完人也就是完美无缺的人 可见得在蒋介石的心中 陈布雷的地位之重 风格之高 这个陈布雷到底何许人也 他与蒋介石之间 又有着什么样密切的关系 而他的死有哪些谜团呢 1948年的秋天 秋风秋雨仇杀人 这也是国民党政权 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秋天 昔日歌舞升平的六朝古都南京 如今是一片混乱 国民党军队在辽审战役惨败后 战局急转之下 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域已陷入风雨飘摇中 金元券的问题导致金融秩序的崩溃之外 其实治安也非常的混乱 大家都人心惶惶 11月14日一大早 南京城内的大街上 大家一如过往 行色匆匆 而当天刚出街的中央日报上 则发布了一则陈布雷去世的消息 震惊了人们 也瞬间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陈布雷死亡的消息 有报纸广播迅速传播出去 从上海 杭州 乃至于纽约 华盛顿 国内国际燕电不断 其中各种传言也开始流传开来 所以这件事情当时在新闻界 以及在中国朝野 都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当时呢 因为这个民间嘛 传说很多 有人说呢 陈布雷之死 可能是死于蒋介石的暗杀 有这种说法 还有人呢 还有总统的其他的这种谣传 有很多 有人说 甚至说是共产党干的 所以一时间呢 因为众说纷纭嘛 就干得引起人的财存 新闻见报的前一天 11月13日 早上10点钟 陈布雷还没起床 由于陈布雷 一般都是早晨7点多钟就起床 陈布雷的异状 让他的秘书蒋军征 感受到一股不寻常的氛围 那他去问侍从官 侍从官说门没有开 他都还没有起床 他觉得快10点了 这次不可能的事情 从没有睡过这么晚的 所以他就要开 要敲门 但是这个门已经反锁了 打不开 他想办法开锁又花了一段时间 等到锁打开以后看到 的是陈布雷躺在床上 眼睛跟嘴巴都是打开的 他知道大概情况就非常不妙 所以他也不敢动 眼前的这一幕让蒋军璋惊慌失措 他赶紧打电话通报 蒋介石府也立即派了两名医官 赶到湖南路的陈布雷家里 立刻打电话到总统府去 总统府就派了秘书跟两个医官 过来看打了强心针也无效 而且医官说他的心脏停止 已经自在两个小时以前的事情了 因此这个就判定死亡 那消息传回总统府以后 据说蒋介石脸色苍白 因为毕竟是二十年的老部下 毕竟前两天才有了一些 话语上激烈的冲突 毕竟也是在他整个政治生涯 大势已去的这个节骨眼上 怎么你离开我呢 所以他大概觉得非常的惋惜 非常悲痛 陈布雷去世时才五十八岁 他素来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促然去世给当时的朝野 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也给这个萧瑟秋天中的乱世南京 增添了一抹悲凉 陈布雷本名叫陈迅恩 布雷是他的笔名 他出生于1890年浙江省宁波的一个富裕农村家庭 他小的时候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 八古人 并且考过清朝的府室及院士 1904年科举考试废纸之后 陈布雷进入了中学堂读书 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就在这个时候 他秘密地参加了一个名为富满同志社的革命党社团 开始参与各种革命活动 保读诗书的陈布雷高等学堂毕业之后 被上海天夺报聘用为编辑 开始以笔名布雷担任撰稿人 他曾经以谈恶为总题 撰写了十篇评论 支持辛亥革命 此后他开始在报界展露头角 陈布雷从小天资聪颖 尽管家里世代经商家业红火 但他父亲拒绝他自成副业 只希望他保读诗书 锦袍加深光宗耀祖 所以少年的陈布雷读毛诗 礼记更读辛明从报警示中 旧学夯实了他的国学功底 心知开阔了他的眼界 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家庭 那陈布雷他又是老大 他又是长子 那他父亲对这个小孩 这个寄望很深 从小就把他请家庭老师 后来送进私塾 那这个小孩表现得也很好 就是陈布雷据说从小就非常的聪明 聪明博学强技 文笔也非常的好 而陈布雷进入政治舞台 就是从半报开始的 1911年初春 偶然的机缘下 陈布雷应上海天独报纸品认竹笔 带编报纸 开始用陈布雷这个笔名 其实他以前小时候很胖 大家都叫他Braid 就是面包 所以等到他要取一个笔名的时候 他想Braid 那是我的小名 就胖胖圆圆的脸 所以他就取了这个叫陈布雷 陈布雷每三日就撰写一篇社论 让他一举成名 1912年元旦 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 发表《告友帮人士书》 陈布雷将英文译成中文 不但天独报得到首发权 陈布雷也因此名声大振 被称为报业奇才 据说他一开始写稿 文笔这么好 能够崛起都是因为提倡 或者是支持 支持辛亥革命 因此他的一下笔 刚开始作为一个记者 或者作为一个撰稿人 他就是对于政治 对于公众的失误 对于当时国家的大事 是比较有感觉的 感兴趣 就朝这个方向不断地去提倡 所以他也很快地被人发现 所以这文笔很好 其实陈布雷身上 是有两种个性在拉扯 一个是他是一个传统的书生 首读四处五金 四位知己则死 然后要效忠国家 中军爱国 二方面他又有一些 新时代的一些理想 他希望中国能够走上轨道 能够富强 然后中国能够早日摆脱 当时这样不好的命运 陈布雷撰洗了大量 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 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论述 和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 不谋而合 因此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 革命舆论力量 正当陈布雷在上海 作为一颗抱戒猩猩 引起人们关注时 正在广州的蒋介石 则作为国民党军事和政治上的 一颗星星正冉冉升起 蒋介石的导师张静江 一再提醒蒋介石 想要做出一番事业 有两杆子一定得抓好 一个是枪杆子 另一个是笔杆子 对当时的蒋介石来说 枪杆子已经攥在手中了 但是笔杆子 他实在很欠缺这方面的人才 张静江就向蒋介石 推荐了陈布雷 他跟蒋先生的关系 是很微妙的 我们首先先看蒋介石吧 蒋介石其实他是一个 其实蒋介石本质上 也是一个传统的人 他也是受这个旧学的教育 熏陶很深的一个人 那蒋介石我们会发现 他用人有一个特征 就是他几乎都是用浙江人 尤其是民坡府人 所以他爱用的人像什么 像什么陈陈啊 像陈陈 像胡中南啊 或者是像那个 像汤恩伯 陈利夫 陈果夫 这一些他重要的 这个军政干部 几乎都是浙江人 那陈布雷也是浙江 跟他又是同乡 所以这个在天生上 就有这种亲切感 同乡情谊 加上陈布雷才华横溢 都让蒋介石认为 陈布雷就是他的最佳人选 所以当北伐军刚到南昌 蒋介石就派人向陈布雷 转达了自己求贤若渴之意 邀请陈布雷到南昌会面 在1927年的春天 年初就在南昌 召见了这个陈布雷 也是一见如故 陈布雷当时也是很苦闷 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希望 这样搞下去 他觉得当时蒋介石先生 年纪也不大 四十出头而已 他就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 或许是我可以投效的民主 可以把中国 拯救中国的希望 寄托在这样一个 年轻的军人身上 所以他们两个人 一见如故 蒋介石一直想写一篇 告黄浦同学书 当时虽然北伐 势如破竹 进展顺利 但是队伍内部 山头伶俐 于是蒋介石 想让陈布雷 为己捉刀 来暴露这些问题 唤醒他们的革命初心 陈布雷接到这个难题 没有丝毫的犹豫 挥避而救 陈布雷开篇就写道 我追念我们黄浦的历史 总理遗留给我们的使命 我反省我们个人错误的行为 我推想我们同学 尖危的前途 当时陈布雷写的这个 告黄浦同学书 当时是打动了很多 本来在立场上 居于中间 然后摇摆的一些黄浦的青年军人 也不只是打动了黄浦的青年军人 也打动了一些重要的地方的一些将领 比如像后来在抗战中 立了很大的功劳的薛岳先生 本来这些都是在立场上 可能略有灼情 或者是对蒋先生的做法 有一些不谅解不同意的 那都在这之后 据说是受到了陈布雷先生 文章的感召 这一篇告黄浦同学书 情感丰沛 漂里明晰 让蒋介石看完之后 连连称赞 因为这件事情 要带有某种感情的 都是在同一艘船船上 大家有共同奋斗的目标 所以一篇文章要写得好 铿锵有力 而且还要兼具理性跟感性 他这个部分都达到了以后 蒋介石看这个文章 就是再三的赞叹 觉得怎么有人文笔好到这个地步 蒋介石邀请陈布雷到他身边工作 陈布雷好几次拒绝 最后是被蒋介石多次李贤下士所感动 陈布雷在1927年5月 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开始了跟随蒋介石的文胆生涯 输筋建腰丸 专药专制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缺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陈立记四百年专业生产 腰椎骨科痛症专用药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蒙奇清雪八胃片 清红血 蒙奇清雪八胃片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7月17日 蒋介石在江西庐山 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 这篇演说稿 就是出自于陈布雷之首 此文一出 如同抗战宣言一般 传遍全国 激励军民 影响深远 陈布雷的文字中 始终蕴含了强大的能量 他也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 蒋介石后来许多重要文稿 大多由陈布雷执笔 抗战爆发后 1937年7月17日 蒋介石发表庐山声明 表示自卫抗战 他在会上慷慨陈词 激励了全国军民 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 这个抗战呢 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写一个 全国的文告 由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 那这个文告也是陈布雷写的 上面有很多经典的文具 譬如说呢 如果战端一旦开启 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全部呢都要加入到这个 守土抗战之责 那这个话就都讲得铿锵有力 所以虽然呢 这个陈布雷呢 是一介文人啊 不一出身啊 但是他的那个文告跟文稿 就是写得好 写得让人觉得热血沸腾 铿锵有力 特别在那个年代 是特别需要 他在庐山发表的这篇文章 这代表着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后 全民族宣誓要对日本发动一场胜战 那这篇文章呢 就是中华民族要起来 对勇抵抗罗寇的侵略 的一篇非常伟大的声音 庐山演说之后 中国掀起全民族抗战的高潮 陈布雷在抗战期间 也为蒋介石写过不少文章 其中包括1937年12月17日发表 获得蒋介石格外欣赏的 告全国国民书 1938年7月 同样在武汉写作的 抗战周年纪念 告全国军民书 8月813告沦陷区民众书等等 一篇篇抗日习文 极大的激励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 也让蒋介石的抗日调子越唱越高 因此陈布雷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更显重要 随时有什么文稿要讲要发 就是他立刻马上就开始执笔 所以陈布雷当时受到的器重 受到蒋先生的重视 也可见一般 此时的陈布雷 已经与曾经的新闻梦渐行渐远 完全成了蒋介石的代言人 1939年陈布雷50岁生日 蒋介石给他写了 宁静致远 淡薄明智八个字 陈布雷自己说 从来没想过 蒋介石会给他这么大的鼓励 心中满是感激 这个秘书啊 基本上在蒋家 是上不了饭桌的 陈布雷例外 就说吃饭的时间到了 你留下来 你不要走 你继续吃饭 蒋夫人也坐在对面 蒋经国也坐在旁边 蒋伟国也在那里 他就一起吃饭 他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人 蒋介石看陈布雷 但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 忠实可靠 不但信任他 也很尊重他 这种种都让陈布雷 多次感谢蒋介石的知语之恩 陈布雷既是蒋介石身旁的红人 又是蒋介石的爱将 前途一片光明 他真的死于自杀吗 就在陈布雷去世仅仅几天之后 同样是出自于中央日报的另一则消息 使得陈布雷的死亡更加扑朔迷离 1948年11月18日 中央日报否定了之前的报道 陈布雷并非死于心脏病 报道内容指出 布雷先生素患神经衰弱 以致常苦于失眠 每夜必服安眠药三片使能入睡 有时于夜半醒来 再服数片终能略睡 本月13日至上午10时 两医官判断布雷先生 是服安眠药过量 其心脏已于两小时前停止跳动 当天下午 到陈布雷公寓祭拜的人越来越多 蒋军章精神上的痛苦 却越来越深 每个客人都急切地询问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蒋军章对每一个客人的询问 都得重复回答一遍 他说 布雷先生本来就有失眠症和心脏病 不服用安眠药就不能入睡 可能一天多次服用 才因此中毒 显然 蒋军章在撒谎 吃下了一百多颗的安眠药 难道是误食而死啊 蒋军章为什么要说谎 在谎话的背后 是否有更大的阴谋呢 1948年11月18号的报纸上 中央日报上重新再发一个新闻 说他是吞安眠药死的 那没有自杀两个字出现 但是吞安眠药死的 就明显就摆明说是他自杀 因为如果再传下去说 国民党暗杀 这个很不好听 蒋军章也明白 就不是就是陈布蕾 地下有志的话 也不是他的意愿 所以呢就重新再说明了 说他平常呢 是晚上先吃三颗安眠药 如果还要继续做事 又没有睡着的话 到清晨会再吃两颗安眠药 那么那一天呢 我们发现 他大概吞了一百片的安眠药 就把这话讲清楚的话 就说明了 是他自己轻生的 一百多片的安眠药 剂量之大 有人形容陈布蕾 所吃下的安眠药剂量 可以使二十个人死亡 陈布蕾的死 无疑是给蒋介石 带来莫大的震撼 陈布蕾传里写道 戴季陶在陈布蕾的临床前 嚎啕大哭地说 布蕾兄 布蕾兄 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跟你去呀 人生总有一死 我的心已死了 让我跟你去吧 戴季陶号称蒋介石的 未有良师 更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 是江家王朝的精神支柱 不过他与陈布蕾无戒地 却也没有直接关系 为何陈布蕾的死 会让他如此难过呢 有人形容 戴季陶的眼泪 与其说是为死去的 陈布蕾而流 倒不如说 是为了他的主子 蒋介石而流的 那这个事情 对蒋先生来说 是一个空前的打击 因为失去了一个 左膀右背 那蒋先生从他 在北伐以后 乃至于抗战 乃至于内战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陈布蕾啊 可以说是出谋划策 同时帮他解决了很多 困难的问题 他的文章 绝对可以说是啊 让当时的国民党 党内党外 都非常欣赏的 也可以说是 直接了当的 让蒋先生的想法 可以贯彻到 他的文字当中 那失去了 这样的一个 头号的文胆之后啊 蒋先生一则以悲痛 一则以纳闷 就是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发当天 蒋军章是第一个 进入陈布蕾房间的人 陈布蕾写给蒋军章 一封信 第一句话 映入了眼帘 我今将不起 与兄等常别矣 意思是说 陈布蕾已经知道自己 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 蒋军章为何对外宣称 陈布蕾是意外死亡 原来这一切都是 陈布蕾的意思 他在写给蒋军章的信中提到 不必朝一旧制 并慎重发布消息 不可因此而使反动派捏造谣言 可见他在临死前的那一刻 都还惺惺念念着国民党的前程 由这一点看来 陈布蕾不是没话说 而是有口难言 而且他的自杀 似乎跟一个人有关 那个人 就是他口口声声说 害怕见到的人 蒋介石 陈布蕾跟蒋介石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究竟是什么 导致了这位深得蒋介石信赖的文胆 跌入了绝望的泥沼中呢 陈布蕾尽管身居高位 又经常出入蒋介石的左右 但是陈布蕾为人低调 从不随便乱讲话 又懂得保守机密 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爆发 一个多月后 蒋介石回到老家吸口养伤 他把陈布蕾叫到了住处 要求陈布蕾撰写一篇西安半月记 要写一个叫做西安半月记 这个文章恐怕是虚构的 就要他去编一套故事出来 说呢 蒋介石当时呢 西安事变爆发之后 他是多么的艰苦卓绝 大义凛然 对于这些叛将呢 小以大义 那他就是这个 就要自己去编一些故事 那这个对他而言 也是精神上的一种折磨 对陈布蕾是精神上的折磨 因为没有的事情的话 要我怎么写 那怕你写不出来 特别给你找了一个 山明水秀舒服的地方 让你安安静静地去 去编撰一些故事出来 所以这一类的事情 如果一多起来的话 对他长期以来 内心里面所累积出来的压力 就会非常大 陈布蕾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兴冲冲地进入政坛以后 蒋介石要他做的不是军事顾问 而是一只听话的御用笔杆子 尽管之前他也曾经编写过政治谎言 但是这一次他实在是编写不下去了 西安半月季交出去之后 他曾多次向身边的人诉说内心的苦衷 形容自己 我如嫁人的女子 男为夫子 他曾经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自比为一个 他说我是一个嫁了人的 嫁出去的一个小妾 男为夫子 所以只能够一切听命于人 那我们想就是长期以来 有这种在理想上 在他自己人格上 跟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太大的冲突 跟矛盾跟压迫 使得他最后走上了这个不归路 陈布蕾自己知道 选择踏入政坛 现在要回头早已来不及了 然而对蒋介石言听计从 继续唯唯诺诺 这样 1945年8月 抗战取得了胜利 国民政府向各大城市 派出了特派员或接收委员 接收敌伪资产 这些人大肆贪污 被老百姓击凤为 接收大员 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 导致民心不稳 面对这一切 一向沉默的陈布蕾 多次向蒋介石建言 但是蒋介石 却把陈布蕾的话 当作耳边封 国民党此时的腐败 让一向洁身自爱的陈布蕾 深恶痛绝 眼看时局发生巨变 迫使陈布蕾 想要打破陈墨 向蒋介石提出 警示忠言之计 或许是命运弄人 事情又节外生之 魅心之作《西安半月记》 一直让陈布蕾难以释怀 他常常独自坐在书房 一边抽烟一边发呆 抗战仍在苦苦持续 大敌当前的同时 还有政府高层贪腐败坏 蒋介石也没有出面处理 这使得原本就爱 三牛角尖的陈布蕾 变得更郁闷了 抗战结束后 蒋介石不顾刚遭受 八年战火的全国人民 心中对和平安定的那份渴望 依然挑起内战 这些看在陈布蕾眼里 终于成了他与蒋介石 争执的导火线 蒋介石就写了一封 告全国军民的文告 说我们要再打八年 以后我们就会得到 永远的长治久安 那陈布蕾不是一直以来 都是为他写文告的人吗 这句话就把他删掉了 就你说我写 可是写完以后 顺稿的时候说 还要再打八年 他把他删掉 蒋介石看了又非常生气 那从这一点看得出来 就蒋介石对于文稿跟文告 很在意 虽然他自己的文笔没有那么好 表达能力没有这么强 但是呢 他会不断地反复地去 斟酌山修 据说他一个晚上 可以改十三版的稿子出来 蒋介石对陈布蕾的东西 就不要睡觉了 就是我要赶文稿的时候 你就不要睡觉了 与蒋介石意见的分歧 让陈布蕾的烟越抽越多 心情上的烦闷 加上睡眠差 导致体力透支 让陈布蕾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 1947年随着国共内战局势的发展 他和蒋介石之间有了更多的冲突与矛盾 有人很有精神地说 这个国共内战呢 他保证三个月可以结束 不用像蒋介石说的八年 那么有一些人呢 又讲说 如何如何呢 可以一举成功 讲这种很有士气的话 可陈布蕾就大声地喊出一声说 纸上谈兵 他说你们都是纸上谈兵 突然有人扯后腿 放炮 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一方面是因为他有点失控了 陈布蕾去世前两天写的杂技中 似乎也可以看出端倪 而今 我是为脑力实在使用的太疲劳了 思虑一些也不能用 不但怕见统帅 甚至怕开会 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 可以说 我的脑筋已经油尽灯枯了 到了十一月十一日夜晚 陈布蕾去见蒋介石 他决定再劝劝他 一定要停止内战 没想到蒋介石依然坚持己见 语气中夹杂着训斥 蒋介石最后也一句 你该休息了 结束了当晚的谈话 两个人不欢而散 据说几次跟蒋介石的谈话 后来就越来越不愉快 蒋介石当时也很关心他的身体 就是让你放假吧 你回家吧 你休息吧 我知道 然后我请医生 我发营养费给你 你就好好休养 不要再管事情了 我知道你现在不太好 可是陈布蕾还是很激动 说这个党国为在旦夕 其实这也是他这一生努力的事业 国民党在大陆上 这也是他一生努力 他就希望蒋介石 信念的倒塌 已经让陈布蕾的精神 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还能做点什么吗 他决定要以死明智 1948年11月12日上 陈布蕾在公寓里 叫人来给自己理了头发 随后洗了个澡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穿上一双新布鞋 做完了这一切 他叮嘱秘书蒋军章 你今天就不用上来催我睡觉了 我写完了东西 自己会服用安眠药 你不要上来打扰我 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 成了陈布蕾 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1948年11月12日 陈布蕾一整天都在反复思考 蒋介石最后对他说的那句 你该休息了 到了晚上 他特别交代秘书 不要让人来打扰我 11月13号凌晨 陈布蕾房间内仍然亮着灯 这时的他正在挥笔集书 一封要一封地写遗书 第一封信是留给爱妻王允墨的 之后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 他写道 独公息在黄埔 斥责自杀之训辞 深感此举为 万万无法量述之罪恶 书生无用 赴国赴公 我们看到他在吞了大量的安眠药之前 曾经写下十封遗书 这是封遗书给他的夫人的 给蒋介石的 然后另外给他秘书的等等 就一路安排下来的 大概整体而言 有一个结论 他给蒋介石的话 就跟他说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 陈布蕾总共写了十封遗书 从这些遗书中不难看出 陈布蕾真正的死因确实是自杀 在身体 党 家庭的多重压力下 压得他再也喘不过气了 我觉得陈布蕾是受到双重的打击 一方面是他追随了二十多年 当初看他就是一个领袖 甚至于就是一个英雄 一个将才 如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听不进去任何一句话 那另外一方面要看陈布蕾 长期以来的工作上的压力 导致他这个胃也不好 然后听说他的骨盆 还有他的膝盖 还有他的胃 都是长期疾病的 除了无力回天的沮丧 以及失望之外 陈布蕾的二女儿陈莲 高中时加入共产党 与家庭决裂 即使蒋介石没有追究陈布蕾的责任 但在大时代的浪潮底下 种种矛盾 都让陈布蕾最后选择了死亡 魂归故里 我可以说他既幸运又不幸 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个赏识他 唯以重任 给了他一个很好的 这个挥杀舞台的蒋介石委员长 他就是得到全国最高军政领袖的赏识 这是他的幸运 但也是他的不幸 他没有办法透过他的那一支笔 去挽救国民党在大陆上失败的命运 他更不没有办法让蒋介石成为 这个他理想中的那样的一个拯救国家 拯救当国于为王的君主 这是他的幸跟不幸 陈布蕾在临死之前不久 曾经对人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 我一生最大的错误 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 投在蒋先生手下 以至于无法自拔 于今毁之晚矣 这段话仿佛是在谴责自己 也像是在告诫后人 我擅长是在谴责自己 我擅长是在谴责你 我擅长是在谴责 我擅长是与我所没了 我做不了 我擅长是在谴责